我國羽酬一姐戴姿穎 在個人IG上發文寫下 這次住的附近好像有點危險 不知有人半夜房門被打開 還有人行李被偷走 發問要怎麼把門卡住 因為半夜被開門的房間 本來是他的 黃金男雙好手王岐霖 也直呼別鬧了 附上團隊群組訊息 要大家護照和財務 放保險箱或是隨身攜帶 晚上睡覺記得鎖門 還要在門口放東西阻擋 因為有人被闖空門 羽球中華隊前往巴黎備戰 超級750系列法國羽球公開賽 5號就要開打 但賽前卻爆出有團員行李被偷 住宿飯店被陌生人打開 我也是從網路上才看到 我們會擔心 因為小孩子住的地方 如果瓜哥我們當然會擔心 根據了解林陽佩的 執行教練陳宏林 當時上車搬訓練用具 一回神登機箱就不見了 整體損失粗估台幣5萬元 就連飯店都有人擅闖房間 備賽想好好休息都得提心吊膽 我請教練團馬上 直接去跟大會跟飯店反應 說怎麼會有人 沒有僑門就直接進來我們房間 那也不曉得他是房屋還是侵入的人 因為現在是三位期間 所以大家都是爆滿嘛 不過就在另一頭超級300的 德國羽球公開賽則是傳來捷報 世界排名第16的我國男雙好手 李哲暉和楊博宣在決賽中 以15比21 23比21以及23比21 逆轉擊敗中國大陸左河 拿下今年首勝 也是兩人從2019年合拍以來的 第四座冠軍 接著他們也將轉往法國 參加法國羽球公開賽 只希望飯店以及小偷事件 不會影響選手狀態 TVBS宣傳林安南仲 宣台北猜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